原标题,萧峰,360水滴,直播了国人的善与恶文萧峰社会趋势观察家,前新周刊总主笔为萧峰打call这个私,不仅仅是隐私,更是指相对于公寓而言的私欲问题就出在,许多人都想着当老大哥大家都当侦探,搜寻人家隐私。 不要指责老人道理不服而应反思,我们社会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 本周,以偏题为一位92年女生指周红一,别再盯着我们看了的文章引起网友热议。 文章指出,360起下水滴直播平台侵犯公众隐私,网友可以通过直播注视公众的一举一动,公众成为现实版的储门的世界。 360第二天召开媒体座谈会,周红一称,他打算拿出几个比特币做悬赏,找出幕后黑手周红一说,他此前承诺给幼儿园免费送360小水滴摄像机,触碰了某些传统厂商的利益。 看事情请马归一马我用过水滴直播,用手机109能直播了。 水滴手液上的确有大量不知是谁的直播,大量普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扫进镜头。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打开360摄像头的APP,就能看到正在直播的餐厅和网吧里坐着哪些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如果这些商家公开了定位信息,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过去。 有次媒体根据定位实体探访了几家正在直播的餐厅。 在其中一家餐厅,女记者拿着手机给正在用餐的一男一女看,那两人才知道原来有无数陌生人正在窥探自己吃饭的情景。 更可恨的是直播还有弹幕,有人不怀好意地发弹幕评论说, 这女的怎么怎么样电影出门的世界中的看客们这令人想起红黄蓝事件时,那句阿姨的名言,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 我看到被指定的一条评论是,360这种垃圾,3721的债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但一马归一马,这是真怪不得360,有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隐私?有人拿彩刀杀人还真怪不得卖彩刀的,360水滴只是一个直播工具而已,不存善恶。 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我们是没有私这个概念的,这个私,不仅仅是隐私,更是指相对于公寓而言的私欲。 你看在公众场合,在排队的时候,在地铁和公交车上,人和人之间互相推挤,毫不在意身体的接触,就是没有个人空间的表现。 再比如,地铁站这样的公众场合,有人掏出手机对着人群拍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或者群里,有人去阻止吗? 隐私权这种东西是从西方引进的,人家几百年前就有了。 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这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林匹特在一次演讲中的形容,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含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 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他导出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界限。 公权力进入私领域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寝末如当世人行使了寝求权后,公权力才能进入私领域。 说白了就是缺一个公告必须指出,直播和监控是有分别的。 公共区域的监控有个所谓天网视频监控系统,不少城市都在其覆盖之内。 很多案件都是这个天网协助侦破的。 至于隐私,只要用于公杆,不导致个人隐私泄漏,就问题不大。 可问题就出在,许多人都想着当老大哥大家都当侦探,搜寻人家隐私,那这个社会就与黑镜里的世界一样了,大家都一丝不挂。 360的问题出在哪里? 说白了就是缺一个公告,让商家和用户明白,必须在公共场所放置公告。 告诉大家有直播。 否则,你除了自己,无权将别人直播上去。 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最近我在读自下而上这本书,里面有个核心观点,万物都是演化而来的,包括道德这种东西,也是个人经历中行为收以会走计算的结果。 如果,你觉得利他行为能得到更大的回报,或精神层面的回报,你就会更有道德。 否则,你如果频频受挫,利他不划算,就会丧失道德。 所以,不要指责老人到了不服而应反思,我们社会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 至于隐私这种东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大家还逐渐认识。 所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开口那封信是九十后写给周空一本,我看到了时代的进步。 欢迎大家订阅萧峰的书单。 我尽量把书中的道理,还原到你个人的现实场景,解决你一些困惑。 阅读原文,订阅萧峰的书。